流光溢彩的花式,雍容华贵的瓶身,景泰兰是燕京八爵之一,以工艺复杂,精美绝伦著称,作为皇家御用的宫廷至宝,他也被誉为是紫禁城皇家宝库神秘的珍品。 近日,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顺义的景泰兰工作室,见到了一件件精致华美的发廊器皿,华冠万年灯,鹦鹉三星人,大国雄风将军尊。 景泰兰记忆代表性传承人张旭告诉记者,眼前这些景泰兰作品都需经过设计,制胎,掐丝,点蓝,烧蓝,打磨等八道工序,及108道小工序,而其中最难的就是掐丝和点蓝。 掐丝呢,就是说要用一个精准的一个这个手法,把设计好的纹饰,完成各种各样的小的图案,然后焊接在这个铜胎上。 点蓝呢,我们用的扁重4的高度呢,都是在1.35毫米的一个高度,在它这个狭小的空间内,要反复填充4到5遍,用料再进行高温烧制。 谈其与景泰兰的结缘,张旭说,自己是师称于父亲,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张同璐,从小父亲就带着他参观各大博物馆及美术展览,少年时的闲暇时光都是在工艺美术班度过的。 在父亲的熏陶下,他越来越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,长大后便开始同父亲学习如何设计景泰兰。 这个同胎制作出了以后,我们要对这个气形每一个部位,每一个部位的周长都进行细致一个测量,然后把这个尺寸规划到一个平面的这个图纸上,我再去整体的一个纹饰布局。 还有一个曲线变化,有弯转折截的地方,这个颜色,这个文样,怎样的衔接跟搭配,包括相应会考虑到将来这个色调的运用,怎么才能突出主题。 景泰兰又称同胎加斯法郎,成熟于明代景泰年间,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,因细腻圣词,辉煌圣金,深受皇家喜爱。 有一件景泰兰,石箱关窑器的美誉,其贵重精美可想而知。 比如说像我父亲的一件作品叫《华冠万年灯》,它的一件作品的高度是在大约在一米一的高度,融合了景泰兰的部分,还有一些铜棧刻,铜棧雕,花丝镶嵌,宝石镶嵌,还有镂空景泰兰制作,花丝景泰兰制作,有很多的工艺, 组合完成,历时一年半之久,价位是在四百万。 清末明初,宫廷易用景泰兰走入寻常百姓家,新中国成立后,景泰兰迎来新发展,近几年作为国礼献给外国政要,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兰技艺传承人,张旭认为,景泰兰制作技艺应该在传承中创新,在瓶身设计上融入中国古代的传说及美好祝福,让景泰兰焕发新的生机。